Hello 大家好 上一个视频我们一起做了酒酿 夏天真是做酒酿的好季节 你都不用管它 不用捂它 它就自然发酵了 这个就是我们两天前做的 发酵好的酒酿 米粒已经空了 出了很多汤汁 以前只知道酒酿是催奶的 因为在我的hometown 女孩子在坐月子的时候 是一定吃到它的 每天早晨眼睛一睁 因为酒酿是不得 其实它的价值不仅仅在此 它还是温津补雪的 它还能帮助我们消化开胃 它里面的酵素还是美容的 现在许多化妆品里面都用到它 那如果你能经常吃它的话 对你就是一种有内而外的养护 以前有一句老古话说是 要补不如食补 酒酿就是食补类的 而且它成本又那么低 手工又那么简单 你可以经常的做 可以常常换着花样 做成糖水点心 今天我们就做一款最最方便的 也是非常营养的酒酿水铺蛋 先煮水 水开后 你可以放几粒枸杞 又漂亮又多个营养素 打入一颗蛋 马上去这样搅一下 让它不要粘底 因为水少 不要碰淡 过一缓缓 你就可以给它翻一个深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吃嫩一点的 它就挡荒的 你就可以下酒酿了 否则的话 你就再煮一缓 可以放酒酿了 一般来说 如果做一小碗 我是放一勺 你可以多放 放下以后 就给它这样分分开 分开后就准备离火了 因为酒酿煮久了 就没有味道了 这是一道一年四季 老烧介意的 营养价值极高的甜点 而且看上去就很美 让你很有食欲 小小的金边碗 里面还飘着几朵白白的米花 粉粉的鸡蛋 如果你喜欢吃甜食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糖 用上海话讲 一个字就是 嗲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